你走完音间然后弹小蜜蜂 细心且耐心的指导小朋友 如何用最佳的执法弹出一首美妙的音乐 所开设的这一间音乐教室充满典雅的气息 不过有趣的是 待学生下课之后 音乐教室的老师竟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轻食店的女老板 不会吧 音乐教室同时也是复合式的餐饮bar 从刚才的环境画面再稍微拉大 经过设计的空间刻意营造出一股协和感 暖色系的室内工程 阿美族音乐老师不假他人之手 音乐教室兼做轻食 林香妹倒出她的生意金 我家是种幼稚园的 那如果弄成加工品的话 我就可以延伸她的效益 那你这样跟你自己本身的音乐教室生意 不会有冲突到 不会耶 我可以把时间区隔出来 那可能未来现场销售香肠的部分 会请工作人员 那我就会退回来又是玩音乐 就因为少子化 学音乐的学生也逐年减少 为了要平衡生活收支 并开始在音乐教室 卖起了柚子类的加工美食 而另外一项主要原因 是因为父母亲都是幼浓 为了让卖不完的柚子 能够发挥更极致的功效 脑筋冻得快的林香妹 将柚子结合在香肠与腊肉 并且做成了冷冻包装 除了拿到音乐教室来卖之外 透过网路行销的获利也很可观 我也会寄卖到各个特色餐厅 然后或者是烤肉区 游乐区小吃店这样子 行销模式哪一个获利对你来讲 算是比较高的 我发现是网路行销是比较高的 这样你的总获利大概多少 网销靠的就是社群互动 零距离的互动 口碑传递速度就跟着攀升 音乐教室兼卖侵蚀 除了有教学的收入之外 林香妹的加工食品生意 透过以寄卖网路行销 如今又在自己的音乐教室 行销家里生产的柚子加工肉品 来自台东的阿美族音乐老师林香妹 找到了自己在少子化时的补教 事业的另一种生存方式 记者巴鲁马耀 桃云中立采访报道